位在花蓮縣花蓮市的府前路花房部美輪營區 18號上午9點33分發生了工程鷹架倒塌事件 而警銷貨報到場後發現有6名工人受困 並遭鷹架還有鋼筋混泥土等重物壓傷 而其中4人傷勢較為嚴重 兩人為輕傷 畫面中可以看到未完成的建築物一側坍塌 鷹架也倒塌 周遭已經被清空 就在18號花蓮花房部二支部美輪營區 9點30分接獲報案 營區內司令台工程疑似灌漿中發生問題 導致鷹架倒塌 共有9名男性員工受傷 花房部火速趕往現場發現有人受困以外 也有傷者隨即封鎖現場 並協助受傷人員立即送醫 然後我們到達後有9名工人遭押傷 有4名比較嚴重 有壓傷及錯傷 然後另外2名是輕傷 我們都將患者送往布花 持劑及門楼醫院做急救 花房部指出也將依法一約要求專案管理公司及營造商 案值安法接受相關單位調查 遞清照案責任 目前現場還不開放 軍方人員跟營造廠商不斷阻擋拍攝 花房部公安意外 後續狀況還有待釐清 花房中原集中